各位推友大家好 近一段时间以来 谭百乔与赖建平律师 两人就民主革命大会相关事情 在推特上展开了相当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主要是因为 赖建平律师先发了一个他眼中的真实的民主革命大会的视频 那么唐百乔随机立刻做出了回应 做了一个视频进行回应 在视频中他对赖建平律师所指出的很多 和民主革命大会相关的问题呢 都予以了否认 这很好 两个观点鲜明互相对立的发言 是否是能够让我们找到真相呢 毕竟真相只有一个 当赖建平律师在自己的推文上说 求助广大的推友 我现在有大量的截屏文件 如何才能够一次性发布出来 因为推特一次只能发布四个图片 看到这个推文之后我主动的和赖建平律师进行了联系 并且在真的他的同意的情况下面 我准备来做这么一个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归纳总结了一下 双方主要的争论的点 就在留下这五个方面 捐款账户之争 是否每天公布明细之争 争监管 看底牌之争 如何中途退出监管之争 究竟应该捐多少之争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捐款账户之争吧 捐款账户是因为赖建平律师说 最初的时候是袁宏斌教授 让郭宝胜与唐柏桥 共同开设一个账户 然而到了捐款 公告发布之日 大家才发现 全部都是唐柏桥 或者唐柏桥实际控制的机构的账号 于是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 我们来看一看 麦乔说 因为我跟郭宝胜商量 郭宝胜不愿意跟我 共同开设这碗一个账户 郭宝胜说 我很想与你马上开设一个账户 但是你马上推诿 并说民主大学的账户 要去看一看是否能够用 然后你就要无音讯了 同时郭宝胜还说 我当局就把这个情况汇报给了袁老师 他说那我们再等等看 所以我们一直在等 唐柏桥说 我告诉郭宝胜 郭宝胜不愿意和我开账户 郭宝胜呢 又说我不可能 不愿意 因为我是愿意听原指使 跟你开账户的 袁老师对我说 把我们一起负责这个 并一起开账户 我绝对不会不听原的 那么宝胜呢 说出了一个证人 袁老师 因为公说不有理 婆说婆有理 难道这就成了一个无头关 公案吗 宝胜认为 我当局就已经告诉了袁老师 袁老师可以作证 那么唐柏桥 你有证人吗 我们来看一看 唐柏桥确实有证人 这证人是谁呢 就是他的太太 唐柏桥说 老师 就算我没有信誉好了 可是你觉得我太太 是一个不会撒谎 是一个会撒谎的人吗 他患了矮症 有必要在这个时候 为这么一件无聊的事情 撒谎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首先第一点 唐柏桥先生 你太太会不会撒谎 我们不做评判 我只想说 你太太可不可以 作为你幸运的证明人 这是其一 其二 你太太患了癌症 和会不会撒谎之间 有什么必然的逻辑关系吗 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吗 OK 接下来 是关于 关于 关于账户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 谭柏桥 在移婚的时候 在网上登出来的一个 募捐公告 其中使用的一个Paper 捐款账号 而这里呢 是此次民主革命大会 所公布出来的一个Paper账号 他们 都是一个叫做 Nav容容 而且Yahoo.com的 Paper账号 谭柏桥 你能够解释一下吗 你能够解释一下吗 接下来 是关于是否每天公布 捐款人的典型 之间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面 那件评逼时的意思是 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 那我们来看看 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首先 那件评逼时说 我们每天公布一次 当天收到的捐款比数 合计金额 以及累计总比数 总金额 谭柏桥说 好的 明天开始 于是第二天呢 那件评逼时找到了 谭柏桥说 我们今天开始 公布捐款情况吧 好呀 但是 赖建平律师说 我的压力很大了 快一点吧 谭柏桥说 什么时候发给你 现在吗 你不必受他们左右 否则就别想做成事情了 他们还能杀了你 不成 天哪 网友们自然是没有办法杀了 赖建平律师 但是 如果承诺的事情不做到 个人信用破产 无疑于自杀呀 接下来就出现反复了 他们常说 我们讨论的 不是只是公布一个 交款总数吗 那先评逼说 你做什么话呀 让人知其实最基本的要求 是吧 还用谁来规定吗 谭柏桥 玄机说 难道赖律师 你真的怀疑我 可能伪造截平信息吗 这又是什么逻辑 谭柏桥 大会既然设立了监督人 那么监督人的职责是什么呢 监督人的权利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监督人的权利 就是合理的怀疑 于是 赖律师说 怀疑不怀疑 我只要证据 咱别谈怀疑不怀疑的事 我不怀疑你 但是我也可以怀疑你 对吗 一切用证据说话 于是坦白想说 赖律师啊 我从来没有说 不能每天公布 香港我上午说了 让你和郭律师共同来公布 我来转推 但是我认为 每天公布总收入就可以了 接下来 乐律师就说了 这些信息有什么不可以公布的 对不对 我们只公布 捐款时间和金额而已 如果这一点要求 你都不能满足 对不起 唐先生 我就不奉陪啊 可以理解 在这期间 大家都知道 确确实实 有非常多人 都在 都在 都在赖建平 律师的 推特下面 发出了各种各样的质问 赖建平 律师同时承认说 我没有要求 捐款人的信息 我只要求 每一笔金额 每一笔金额 于是 唐白桥就说 好的 我现在就给你发 但是 每天发 有没有必要 每天发 有没有必要呢 我们 觉得没有必要 唐白桥说 我们应该按照 美国的规矩来做 请问一下 唐白桥先生 美国的规矩是什么 赖建平律师 再次强调 打印出来 把捐款人信息 涂掉 拍照发过来 我来做成一个 色表格 我来统计 我来发布 最后我们才需要 三个人去核对原件 反反复复的争论之后 白桥平说 我再说一句 几十笔流水仗 涂抹处理 很简单 疏破天了 也就是半个小时时间 再往也应该 要花这个时间吧 OK 他在说 我正在做 可是之后呢 又进去了反复 哎呀 我就觉得这些东西 不必要公布了 是不是 我个人名义失晓啊 但是如果说 泄露了捐款人的信息 那就事儿大了 那律师说 这又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任何具体人的信息 怎么连这个东西 也怕公开 你究竟在怕什么 最后说 刚想一想 还是不要每天 像个傻子一样的公布 这些截图了 反复 不停的反复 这不就是每天公布民意义 这还不是反反复复吗 同时 那律师说了 大家都看看上面 每一页子 除了数据 没有任何捐款人的信息 这个 这能公开吗 这就是关于唐柏乔和赖金平律师所说的 在公布 是否公布民意义上的争论 那我们来看看 唐柏乔本人是怎么说呢 然后说捐款需要公开 我们要公开到什么程度 你才满意啊 这个民主革命大会 你作为财务监管人 你每天要公布一支民意义账 你要公布一支 有多少人捐了款了 是吧 捐了多少了 是吧 是什么什么 我都配合你了 我都给你了 你都公布了一天还是两天 我都忘了 最后第三天的时候 你追着我要是吧 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小时 半个小时 让我来做一做 把这个搞理清楚 我都已经头大了 我们要开个会是吧 我还要天天为你配合你 搞两三个小时 然后你一直在这个联络 这个车 这个平台里面闹啊 闹啊 闹腾得很啊 他拜乔说 那律师啊 你在平台里面闹腾啊 闹腾啊 同时呢 我都说了嘛 你给我一个小时 时间行不行 大家来看一看 这是唐麦乔自己说的 我已经花了太多时间 昨天 今天我不会多花一分钟 好了 我们谈第二个问题 跟监管 查底牌之争 赖建平律师在当地 接受这个任务之后 就说了 我接受 但是我这个监督 应该是真监督 我们大家不能受人以禀 而且说 那就从这次开始吧 我接受任务 已经说清楚了 是真监督 然而这个真监督 所谓的真监督 赖建平律师认为 第一个 我们每天应该把 每天收到的钱 告诉我 我要监督 每天收到的几块 同时 我要查底牌 刚才已经说过了 最后我们三个人 一起坐下来 审核元件 查底牌 大家看看 赖建平律师就说了 你现在不需要把密码给我 你只需要把密码拍照给我 然后呢 我们进行现场的核实 现场的核实 这里面 大家看看 汉白桥先生怎么答复的 汉白桥说 我刚才正要给赖利斯账户密码 但是考虑到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密码外泄等等 正要给赖利斯密码 就是没有给 可是 唐柏乔先生怎么说的呢 因为会议还没有结束 你提出的那些观点 也是很奇怪的 你说 要看银行里面的底牌 你要进到银行里面 你看底牌 等等等等 你记得我当时还给你密码了 你进不去 后面我马上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有人马上提醒我 也在那个平台小组里面 我们的组织成员 所以你可千万不能给 任何一个外人这个密码 所以我后面说密码 后面我就马上告诉你 我说这个密码不能给你 我可以把你印出来 把这些东西印出来给你 好了 汉白桥先生在自己的 回应的视频当中说了 我把密码给了你了 你进不去 这是其一 其二 你天天吵着要 看底牌 看底牌 大会还没有结束 你就吵着要看底牌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谁真谁假 不用我多说了 接下来 就开始争论了 乃建平律师认为 这样一个人掌控了全部的秘密 受人以禀 任何人都可以合理的怀疑 任何人都可以合理的怀疑 贪腾 怎么说都不过分 陈锦 将会务市 将会务收支向捐款人通报一下就可以了 那要这个监督来干什么 对吗 乃建平律师就说 我本人是绝对无法接受这种做法的 没有监督 没有知情 的人的话 那就相当于是暗箱操作 和专制政权 没有区别 那么这个时候就回到我刚才说 我之后要谈的一件事情了 乃建平律师 是说 唐乃乔承诺 会后会请太医师收支 做一个报表 前面我们刚才也在这个 不止一处说到这个事情 那我们看看 唐乃乔怎么说的 第四个问题 你说捐款公布的问题 这个 我一开始就是统一公布 细账的 你说我在刁难 所以实际上不是我在刁难 是你在刁难 是吧 所以我觉得你在这里 这个是扭曲实实 这个我们这个平台里面的人 就可以作证了 然后你说 我一开始说提出来 会议让有这个 有这个资格的 这个会计师后来做账 然后我 我根本就没有提这件事情 是吧 我说这个有两个财务监管人 我们最后就是做了账 我交给财务监管人 谭白乔说我根本就没有提过这个事情 就是让财务监管人 监管一下 谭白乔先生 你能给我做出一个回应吗 你究竟说过还是没有说过 这样的情况下面 那里是说真的没有必要进行反反复复复的争论 然后呢 谭白乔先生举了一个例子 说你看 我岳父是CIA的退休情报员 但是直到他退休前 我的岳母都不知道 想说明什么呀 想说明什么呀 谭白乔先生 你岳母是你岳父的监管人吗 如果一个CIA的情报员 他的监管人 难道不知道他是CIA的情报员 监管者监管者 当然是要 一定的人授予了这种权利和责任的人才可以呀 既然你们给了赖丽师这样的一个权利 他就应该起相应起到他的作用 赖丽师啊 我们在这方面差别太大 谭白乔与世又说 你看看 我跟他们说了之后 他们都一直摇头 我岳父是美国白人 我们应该向他们的价值观靠近 我还真的不知道 谭白乔有一个白人的岳父 但是 这话听起来 似曾相识 谭白乔总说自己 或者说总说别人 你们能不能够多接受一下西方的 融入西方的社会 你们这样子 完全和西方社会是脱节的 只有他自己是西方的贵族 那好 一上面反反复复反反复复的争论 那么就出现了 关于如何退出了监管之争 这里面 赖建平医师 是认为 最终实际上是 唐柏乔罢免了他的监管职务 谭白乔说呢 什么呢 谭白乔的我们一会儿 视频 当那件评议 大家看到了 说了之后 如果说没有有效的监督方法 那么我就只能是如实的向大家公报 我监督什么 我看到了什么 我没有看到什么 我要如实的告诉大家 我不会随随便便的去做出一个肯定性的结论 于是乎 谭白乔立刻说了 赖卫习够了 非常严厉的贺耻他 你如果觉得我没有配合你的工作 我有权选择辞退你 我有权选择辞退你 唐主席发威了 什么反反复复之类的话 不要再跟我说 我不跟你计较 但你应该自重 应该自重 这话 说的还真够重啊 谢谢你这两天的工作 同时呢 大家看一看 这时候 陈景胜 闹出来说 我觉得呢 赖建平律师做律师 他肯定是个好律师 但是他真的不适合一座监视这样的工作 知道吧 为什么呢 因为百桥找他来监督自己 其实就是在会后审一下收资 这个情况就行了吗 你哪来这么多事呢 于是 唐柏乔就就是而为 顺势而为说 赖律师啊 你把最小的事情 无限的放大 然后还歪曲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了 谨慎兄说的对呀 赖律师的强项 不是做这个事情 对不起 让你勉强了 我看呢 就请 大师兄和郭郭听律师 做监管人吧 天呐 大家能理解吗 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组织啊 可以有一个人 说谁让 让谁监督就让谁监督 不让谁监督就不让谁监督 专制 太专制了 我都已经无话可说了 其实为了做这个视频 做这个节目 我看了太多的唐柏乔的视频 真的是难以忍受 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面 赖律师也说 好的 非常感谢 我没有做好 声表歉意 为了顾全大局 那么我建议 我去推特上面 发一个公告 告诉大家 因为两位监督人都在加拿大远离美国 不便监督 所以说呢 决定 筹备主 决定 有大师兄替换本人 作为新的监督人 这哪有筹备主的事啊 不就是唐柏乔不让你做吗 赖律师 你这样忍气吞声的 替人家着想 确实起到了好的作用 唐柏乔说 再次感谢了 律师以大局为重的胸襟 赖律师对你更加敬重了 我们来看一看 所以我 我觉得那几天你闹疼的 我实在是别的话 事情都做不了 后面你自己说的 这个里面都有记录 你说那好 那我不干了 我到外面去发一个声明 宣布我退出 那我也没好期了 我说那你去吧 你发吧 我就这么一句话吗 你又说我耍脾气 那倒是你耍脾气 还是我耍脾气 你后面发了以后 我还是很友善的回应的 感谢你的 我没把这个矛盾 怎么对外公开 杀谎成信 明明是你 免去了 赖建平律师的监督职务 却说是你自己说不干了 明明是你大发脾气 你却说到底是谁发脾气呢 你看看他你说那句话的笑容的时候 我真的就想到了曾鸿说的那句话 你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撒谎 你的每一个细胞都会算计呀 关于捐多少之争 那建平律师很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 就说 我认为民意是一个长期坚持的良心活 要取续一名就要有基本章法 不能过度的消费民意 那么我想知道 我们这一次受捐的总额 究竟是要多少 就满足条件 是否就停止受捐 同时很明确的提出 我建议 经费够了 就立刻停止募捐 你出来的钱做其他事 不是大会的 大会的职能是什么 就是我们把这次大会开好 视频说我们大会开完了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新的动作 我们再去做相应的事情 而不应该通过大会 就募捐过多的钱 这是奈律师一直想表达的一个观点 然而呢 最好笑的事情 就在这期间又出了一个插曲 又出了一个插曲是什么呢 就是 齐玉先生开始在网上 为唐柏桥妻子进行募捐 于是很多人又找到了 内建平律师 找到他一头雾水 于是他就说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 我搞不清楚了 一边为大会募捐 一边呢 又为你太太募捐 好了 我们来看看齐玉先生 最后说了一句什么话呢 我建议 募捐所得啊 一半进入民主大会的专款 一半进入 唐夫人治病基金 我的天呐 唐夫人什么时候成立了治病基金呢 还要把一半的大会募捐来的费用 给他去治病 谢谢齐先生的好意 不过这笔钱应该用在民主事业有关的事情上 多么冠冕堂皇啊 让我立刻又想到了 当文贵先生提出要给大会捐款的时候 唐柏桥先生也是这么说的 谢谢文贵先生的好意 但是这个钱我们自己还能出得起 不需要募捐 然而呢 然而第二天就说 我们商量了 我们还是接受吧 你的好意我们不能够不接受啊 不然会引来很多非议的 这就是唐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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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 说三点 OK 打完这个 大家想必已经对 麦建平律师所提出来的 他的眼中的民主革命大会 有了一个真实的了解了吧 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另外呢 我个人做点 说一点 提外话 那天平律师曾经说了 小乔 开会究竟要多少钱 两万五美元够不够 我一个人来趟 然后如秀退还捐款如何 与其那样每天这么累 干脆我来趟了 并且也说了 正好文贵今天也说不能募捐 请大家看看这样是否合适 谈白教授 谈白教授 绝对不行 第一我们公告发出去了 岂能而信 第二 谈白教授 先生是怎么说的呢 我也可以一个人出啊 事实上我也曾经就是这么想的呀 拜托啊 你也可以一个人出 你也曾经就全天下说 就是你和新教授来出 可是 你没有出 我们要看结果 另外呢 谈白教授还说了 他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永远不能募捐 不能募款 不能募捐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谈白教授 谈白教授 说到底了 你的目的就是 永远募捐 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谈白教授 先生的言论 他说 国人还希望有一批能够带领他们推翻暴政 所以说他们根本不在乎 私德 我想请问谈白教授 先生 私德 是不是德 凭什么要让大家相信一个无德之人能够带领大家 能够一如既往 几数十年如一日的带领大家去做一些反共的事情 做一些崇高的高上的事情呢 你告诉大家 你是不是觉得 国内的国内的人其实很傻 他们受尽了压迫 他们受尽了暴政的努力 只是 好不容易翻墙出来 希望能够得到 国际社会 以及所有爱好民主和平的人的认可和支持 你太善于利用大家的这么一点点 太善于利用人了 最后我们来看看唐白乔先生自己说的 这个信 是吧 这个中国传统的人义理智信 这个信是怎么这么不值钱的 承诺下来的事情说变就变 是啊 这个信 人义理智信 这个信 为什么这么不值钱呢 承诺下来的事情说变就变 唐白乔你的访问 我觉得问得非常的好 看到你这些视频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 曹长青老师说的那句话 他说 认识了你唐白乔啊 是最让人后悔的一件事情 原话当然不是这么说的 我用我自己的语言解读出来 同时 曹长青老师说了 唐白乔 你就是明明的负资产 我觉得这话说的不对 你只是在个人信用 个人信义 个人道德上面 你是负资产 而对于民意来说 对民意大业来说 唐白乔 你就是一个独流 就是一个寄生虫 后一句话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牧之名 前一句话我送给 唐白乔 后一句话 我送给乃建平 谢谢大家